都说女人怀孕的时候就是家中的宝,她就是一个大熊猫,什么事情都可以不做,尤其是那些体质微弱的女人,当她们如果做苦力活的话,还生活中,那么她们流产的概率就会很大。 以下是小编最近看到的一篇文章,以下是一对夫妻,她们在认识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结过婚,婚后她们得来了一份属于她们自己真正的一份幸福,有了爱情的结晶,热爱的传代女子怀孕了,她们家里人都非常高兴,因为又可以见到下一代的产生。 尤其是女方的婆婆非常高兴,因为每天也很照顾她的爱媳妇,日子一天天都过去,小宝宝也渐渐的长大,于是她老婆就决定把工作辞了,安心在家养胎,慢慢的等待小宝宝的诞生。 时间不长,她的爱媳妇逐渐肚子大了起来,但在婆婆眼里觉得刚开始肚子小,可以做一些家务事情,这样也能够帮助产妇生产顺利。 但在年轻人看来,觉得怀孕就是一件天大的事情,但是她的婆婆本身就是一个说话特别多,喜欢唠叨的人,她觉得爱媳妇每天都这样,什么事情都不做,都让她去做。 她觉得很累,于是当她儿子下班的时候回到家,她就会跟她儿子数落说爱媳妇的不好,但她儿子又是比较听她老婆的话,就会去询问她的老婆,你怎么这么不懂事? 不要一怀孕就什么事情都不做,整天只知道游手好闲,我母亲那么大的年纪,你什么家务活都让她做,她身体会吃不消的。 不需要你做多大的事情,最起码要学会照顾你自己。 老婆听到她老公这样说她,她觉得心里很委屈,但是她又不可以想自己的父母所说,但是她是免嫁过来的。 当初和她老公结婚的时候,她父母就不同意,因为嫌弃她老公家里面比较贫穷,一直都瞧不起他们,之所以她受委屈,也不敢跟自己的父母说说,只能一个人默默地承受。 后来没有办法,她就按照她婆婆的意愿去做一些家务事情。 有一天,她老婆婆对她说,我今天有一点不舒服,感觉身体都没有劲,你去厨房做一些菜,等着我儿子下班回来吃,就在这时,她媳妇说,我也有一点不舒服,能不能等我老公下班回来让她自己去做。 于是,她婆婆就说她,你每天只知道在家坐着什么事情都不做,我儿子每天上班那么累,回到家还要伺候你,在我儿子小的时候,我都是什么事情都不让她做。 听到婆婆说这句话的时候,她没有办法就进了厨房,然而进厨房就发生了一件天大的事情,因为厨房铺的都是地板砖,都有水,一不小心她就摔倒了。 就这样,她们进了医院,医生没有抢救过来,没有办法挽留住她们的孩子,她老婆躺在病床上痛苦欲绝。 出院的时候,她老婆就已经心灰意了,不想再和她继续过下去,于是,她跟她的父母打了电话,她父母来到这儿,得知了情况之后,都觉得她们这一家人出神都不如,于是她们就把女儿接回了自己的家庭, 随后让她和她女婿办理了离婚手续。 通过这件事情,小编想告诉你们一个道理,如果一个男人真的爱你,他不会让你去做一些危险的事情,尤其是在你怀孕的时候,一个女人只有在怀孕的时候才能够静下心来。 怀孕的时候,不可以做一些剧烈的家务活,可以适当地运动一下,不可以做一些弯下身子的活,因为那样会伤到肚子中的小宝宝。 愿每一个肚子里有小天使的妈妈都平安健康。 每一天都好,那种子里有什么艺术。 我问了您是最好银。 您可以做我的吗? 您最好真正的,您不能雪。 您不吃草,您能吃草我。